有時想過, 她是騙人, 要報警 你一看到她的時候, 就信她說了 希望你們東張西網報道一下 不要再有人受騙, 再被她騙 她也沒那麼猖狂出去騙人 這位婆婆這麼苦口婆心 戒引有人在街頭 哄她用三萬多元 去買這些旺金的, 有點像著宿的神藥 街上這麼多人 為什麼你偏偏要找到我? 你偏偏要找到我? 保虐黨這三個字, 大家都不會陌生 曾幾何時, 她簡直是風行一時的 熱滿街頭騙案 不過隨著網絡騙案急速冒起 保虐黨就好像潛水了 只不過當時機一到, 自然又再犯殺 真的沒想過 一來我媽本來少出街 沒那麼幸運, 會做我們 不幸運? 豈止騙人手法還已經進化到2.0 究竟怎樣? 這樣吧, 讓當事人告訴你吧 那天拉著一輛小車 買菜,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我準備買麵包 我想在這裡看著麵包店 就是這間? 對, 就是這間麵包店 是 然後對面迎面有一位陌生女人 在這裡問我 阿姐, 你買菜嗎? 你這件衣服這麼像我媽媽? 我媽媽也有一件 我們也很有緣分 真的很有親切感 你是誰? 我媽媽喜歡吃菜 就去買菜給她 還有包藥 我媽媽周身骨痛, 又有三糕 吃了, 十五年也沒辦法 是, 糖尿也可以, 心高也可以 是呀… 話說當天, 王婆婆 去了屯門新虛街市附近買菜 無緣無緣無故有人跑來搭乘 說不夠兩句, 又多一個人跑來 李醫生 是呀… 開心呀 她的兒子, 之前是我幫她接生的 十幾年了 是呀…我是北區醫療苦產科醫生 我跟她說, 說了這包藥 我媽媽吃了, 十幾年也沒辦法 腰骨, 三糕, 糖尿等都好了 不要翻大 這麼好? 在哪裡買的? 是呀 我想買給婆婆 事實上, 王婆婆近年 深受腰、腳痛、困擾 吃極藥, 做極物理治療也醫不好 有一次她在我上班時 她很少在我上班時打電話來 她打電話來, 她真的哭了 就說她的腰很痛 想像到她的腰真的很痛 現在突然有人說 有藥可以治得到, 還治得好 王婆婆簡直是遇上救星 那時候沒有覺得奇怪 聽到她說, 她媽媽身身不痛 腰不痛, 腳痛, 三糕, 糖尿 什麼都吃好了 我自己也想吃得好 對呀, 我也想喝, 我也腳痛 不如你帶我們一起去買吧 就是這樣, 這兩個人 就帶著王婆婆 去了一個很少人的公園 小朋友說買藥, 沿路還一搶一禍 當時第一個女人就站在這邊 在你左邊 第二個女人就站在這邊 左邊又夾著你 對, 這樣就一邊走一邊說 就是說那些藥有多厲害 她說這些是日本的特分 很難得 她說三年可以花三年結果 如果這次不買, 下次不知何時才有 第一次聽這麼厲害 當時覺得怎樣 當時我還是相信她說 她說不是你買就要買 她說有時候她沒有貨 她這樣說, 你有沒有更加急 有…更加失禮 好像害怕她不給我 接著騙徒一號、二號 就夾了婆婆來到公園 原來聲稱有貨的騙徒三號 已經在這裡 當時婆婆也有懷疑 買藥為什麼要來公園買呢 為什麼你在這裡迷? 當然了 那些東西不能告訴別人 藥跟醫院有關的 跟醫院有聯繫? 騙徒二號立即接力助攻 別人是醫生 你可以去北區醫院婦產科找到她 那些藥很珍貴 用來製針水幫病人打壓 是打針的 既然說得這麼好 你是個醫生 你也不會騙人 那時候我已經信到她十多了 結果, 自稱醫生的騙徒一號 就拿了一包透明膠袋的藥出來 當作是貨版 成為五百大元 五百元…我不要了 我以為是一百幾十元 這麼名貴藥材 一百幾十元 在日本很難摘 你現在腳痛, 自己不吃藥 你自己辛苦 這樣吧, 先送給你 你先拿去 出到送給你 又怎會不心動 騙徒一號見黃婆婆心軟 就乘勝追擊 說想醫好要吃一個療程 一斤藥才僅僅足夠 多少錢一斤 如果你要調麻 就兩萬一斤 如果不要調麻 就萬八 萬八塊, 我不要 不貴 如果他不要, 我要, 我要 我聽到他說要, 我當然要 所以要拿回那一包 既然別人都說我不要 他也要, 那就是真的 麻煩就麻煩 既然你吃得到就值得 一萬八塊一斤 究竟是甚麼神藥 騙徒說這藥叫通血子 能醫所有痛症 不過我們拿上手 就像一堆雀叔 又或者是玄米茶多一點 中醫師又怎麼看呢 我看來, 首先不像玄米茶 玄米 因為玄米通常有些香味 有些味道 但這個真的沒甚麼味道 但葉子也是因為被雜碎了 和炒乾了 藥的形態, 葉子的形態 和紋理都看不到 所以看來真的不像常用的中藥 在中藥大詞典裡 沒有一種中藥單純 就是通血子 我做了三十年 就沒見過這種通血子 是這麼好的 黃婆婆當局者迷 而且騙徒 你一言, 我一語兩面夾擊 唯有說對 不過騙徒永遠都是貪得無厭 要得一斤 不如要多一斤 還有這麼大, 作得這麼大 那你不如買多一斤 一斤是療程 一斤是開門口的 怎樣吃, 焗還是煲 用鹹蛋殼來煲 三碗水, 煲一碗水 我沒聽過中藥炮制裡的鹹蛋殼 但味道可能比較好 以前很多葡萄黨都是這樣 要有些古靈精怪的過程 讓你覺得心理上很安樂 真的有些特別的味道 可能你就會覺得自己好了 我問兩斤多少斤 他說三萬六, 三萬六 我說三萬六, 我不去… 我馬上這樣, 我就起來想走 是 然後那個女人… 那個大兒女人就說 如果她不要, 就四斤給我 我四斤我也要 她不要, 我要四斤 我要得全, 你給我 聽到這樣就有三急 既然人家四斤也要了 那為什麼自己不去呢 王婆婆最終答應買兩斤 騙徒見她下答 當然轉入直路 叫她去銀行禁錢 婆婆說怕排隊會來 騙徒一號立即使出一招 玉琴先中 你有錢興銀行嗎? 有 那不如你先去銀行 你幫她給三萬六 總共是七萬二 現在手機去銀行這麼方便 當然與時並進, 用來騙人 不過錢哪個嫌多? 拿完你的現金才是王道 別人跟你三九不識賊 都願意給你三萬六 你現在一點點甜頭 都不肯給別人拿手 好, 看看能包有多少 先給二千元, 走 還有沒有 齊頭了, 三千元 直接新手進銀行銀行 購買前後三千五元 代代平安線 之後還想演一幕手機 即時過帳 那她就說… 你有沒有看到她的電話裡 怎麼整理? 我沒看到, 看得到按… 再去銀行拿三萬六 這場變局就大功告成了 只不過關鍵時刻 王婆婆竟然懸疑勒馬 我來到這裡 就想到這間銀行沒有錢 是 另一個女人走到那裡 生果位那裡 她就叫我自己進去 我說你不跟我進去? 她說不要了, 我不進去了 你進去 你覺得為什麼她不跟你進銀行? 她可能有什麼原因? 那時候我想她也知道自己是騙子 她進去銀行 怕那些閉路電視拍了樣子 事實上, 整個過程 王婆婆不是沒有懷疑過的 為何你這麼死定 三萬六元 你別給你奶奶吃 沒有誰的媳婦這麼好 三萬六元 你不是一千六元 一千六元都要想過, 是吧 你三個人偏偏要三萬六元 你不三萬四又不三萬五 為何要三萬六元 他立即打電話給女兒 把整件事都說出來 我一集叫她說 你千萬別給她錢 她騙人的, 這些騙人的 你別相信 女兒立即要求騙徒 退回那三千五百元 給王婆婆, 否則報警 那個女人聽到報警 其實已經聽得出她 立即疾了一疾 她的樣子 好像很禮貌 她跟我說 她說不要緊, 我不要緊 我把錢還給你 在我面前就說 把錢還給我媽媽 我媽媽不知為何 我想她又不是騙人 其實當時聽得出我媽媽 仍然在信她 像迷運檔 因為我在銀行的時候 覺得她是騙人 要報警 就清醒了在銀行 即時報警 騙徒2號 於是再帶她去油花園 去了清醒是她工作的地方 叫婆婆明天來 拿回三千五百元 她一路走著叫我 你去到你不要搞事 我老闆不喜歡 你不要搞我 這份工作也沒有 說到似乘乘 最後還寫了一個電話 塞進王婆婆的手袋就走了 她即時打回那個電話 想證實一下 沒有人聽 說話,電話也是假的 接著再進去店 問問有沒有這個職員 她說快點幫你媽媽報警 她被人騙了 我們這裡沒有這個人 當時我知道真的騙了 被她騙了 騙徒就這樣就逃之邀邀 事後我們也嘗試打那個電話 也確定是假的電話 覺得自己很相信 相信就相信她說 幾十歲說真的 你不能收入,扣子女兒給錢 你儲存就在這裡 被人騙了 會不會怪責媽媽 不會… 因為明白到她的痛 真的令她很噴妖 而且她真的很想一心 想快點康復 不幸中之大幸 王婆婆沒有被人騙了三萬多元 但經過這次 她女兒就有這樣的忠告 真的防不勝防 可能是你的 可能真的發生在你身上 總之一提到錢 你就不會再跟這個人有交流 啦 根本… …